所以時惠你來看一下 為什麼大家到這邊為止 我覺得是這個怨氣 一股腦的發出出來 說實話那個蛙眼案 也非常非常的殘忍 對不對 整個過程 你覺得大家的怒氣已經飆了 這會不會成為 蔡政府執政的最後一根稻草 垮台的最後一根稻草 我覺得為什麼這次大家的怒氣 從這個蛙眼案 到這個超商被刺死 因為大家都有一種恐懼感 就是現在第一個 台灣是想殺人就會被殺嗎 好好的在超商裡面工作 也會遭受這種不幸嗎 那哪裡安全 這不是什麼社會安全 這是一種社會不安全網 所以你記不記得 小燈泡事件的時候 他要送卡片等等 因為當時也是大家非常憤怒 我先問大家另外一個題目 請問一下蔡阿姨 對得起小燈泡嗎 小燈泡事件之後 他要開始建構他的社會安全網 他在第一任的時候講 第二任又講 第二任講的時候 大家就炸鍋了 你第一任沒做到 你第二任好意思拿出來講 所以請教一下蔡英文對得起 蔡阿姨對得起小燈泡嗎 你覺得是無愧的請你加一 你覺得休死了 請你減一 來 淑慧 我覺得這個問題大家都不用問 因為蔡英文這六年多 他只在建構一個網 叫做民進黨執政網 這個超過四十個小時才發的臉書 還是小編幫他發的 還不是蔡英文自己出來開記者會 自己出來譴責 自己出來沉痛 大家記不記得之前新冠也是 六月的時候 我們新冠已經死超過一百人 蔡英文無動於衷 結果高端一跌停 蔡英文就出來開記者會了 大家記不記得 陳中成這個不幸的事件 蔡英文去公祭 他停留多久 停留多久 大家記得吧 兩分鐘 四十六條人命子 換得我們偉大總統 在那邊停留兩分鐘 過去我們都說正式人物是 今天公祭明天旺季 對於民進黨來說是 還沒公祭馬上忘記 他根本不用等公祭 陳中成的頭七 那個四七都還沒有過 高雄四舊已經歡樂的在 迎接這個高流的開幕 這一個超商被刺死案 一發生沒多久 鄭文燦一方面說要譴責這個暴力 譴責這種凶殺案 結果一轉頭又去高喊 這個大溪博物館開幕 這些人都是沒有這個 同理心或者是悲憫心的 可是正式人物沒回不不散 民眾還不會這麼生氣 現在民眾生氣的是 請問一下 那我們到底會不會 有沒有什麼保障 我們會不會走在路上 然後就會遭遇這種不幸 蔡英文說說 針對夜間工作 政府會與業者商量 不好意思 挖眼案發生的時候 是早上九點鐘 是早上九點鐘 所以無時無刻 無處無地 都會發生危險 那請問是不是我們的治安 整個出了狀況 內政部長到現在 都不用辭職下台嗎 台灣的治安出現 這麼大的警訊 之前台南的馬來西亞 這個女同學 然後到高雄連續的槍擊案 到現在這樣的暴力犯罪 請問一下 我們的徐國勇 還有我們的警政署長 都繼續爽爽的坐在那邊嗎 警政署長是什麼人 就是以前花媽的愛將 所以這一個才是一個 共犯結構 大家知道 如果這一群人 永遠都在那一些位置上的話 台灣的治安是不會改變的 因為這一群人本身就有問題 從警政署長到內政部長 到行政院黨 到總統 他們根本就是一個共犯結構 所以我覺得到現在為止 陳中城 陳其邁沒有負責 沒有下台 台灣的治安問題 徐國勇沒有負責 沒有下台 然後我們的四個公投案 到現在為什麼會引起 民眾這麼大的對立 如果不是你民進黨修法 把這個公投綁大選廢掉 如果不是你民進黨 開放萊豬的話 台灣民眾需要耗費 這麼大的成本 去對我們自己的實安 對我們自己的直接民權 去提出公投案嗎 不需要 我看不到說 現在我們到底有什麼辦法 在制裁這個政黨 真的 我今天在前面一個行程 跟賴斯堡委員在聊天 他提到說 現在民進黨預算又開始 預算還沒有通過 我告訴大家 還沒有通過 全部限制型招標通通出去了 一千多億全部出去了 然後我就問他一句話說 我們是不是真的拿民進黨沒辦法 然後賴委員就是也是 不知道該說些什麼 如果是有些人呢 台灣人 如果真的還不及 已經能夠保留 我們已經進黨了 在與你的臉部 我們現在也有最重要的 我們還是可以保留 因為我們是從事實安排 可是 我們在記者 到了 哪兒 我們現在也在 diagonal 我們還是你也在哪兒 我們還是要看得到 第一樣販